我们这个棚里面竟然有25度 比较热 很多的花友说老花一 小莉花怎么养 这个就是小莉花了 它叫法不一样 在云南的话 很多的云南那边人它叫大莉花 其实你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那个大莉花它是这个花那么大 但是它刻形太高 它不紧触不好看 那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的这个小莉花开完花就不开了 你干嘛修剪 看到没 看到没 你看这个全是花苞对不对 这个就是修剪完之后 它新长起来的花苞 你看我们这个也是修剪完 这里这个位置它就是小花苞 就是你开完花之后你可以剪 它能陆陆续续的一直开 它就是非常清花的一个品种 我们也有去调查过市场 就是我们为什么卖的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繁殖 怎么好繁殖呢 就是你随便吧 你随便像这种 你给它剪个枝 你随便往土里边一插 它存活率就在70%以上 你稍微有耐心就能达到90%多 有话说 那剪了之后能行吗 剪了之后一点事都没有 你看 别说你不剪它 你剪不剪它的 它旁边会生很多的侧牙 明白了吗 你就记住了 你一样小莉花 你就给足光照 摸一摸盆土 你就甚至说你只要光照充足 你浇水 只要是盆土里面不积水 你就大阳光大水 然后跟上大肥料 它就给你一直剪 你剪完就剪 剪完它又涨 剪完又剪 剪完又涨 剪了以后又差 越来越多一大片 懂这个事啊 还是很简单的 有的话说我养不好 你没光照啥也养不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懂这个事就行了 点关注呗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实用的养花知识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在意 白了说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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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